而新城乡长何理台进行施政报告中 在公所团队的努力和乡亲配合之下 共同守护了民众的健康 那么何理台也表示 上任三年多来争取了十多亿的经费来建设地方 同时也吸收了五家的饭店和休闲农场 在乡内来开创地方的经济产业 也再一次的开创了幸福快乐城市 华林县县县县县县代表会第21届第80定期大会正式开议 县县县县县县 ОLV公主席陈秀林 相当感谢工作的团队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之外 而这次四年当中也为地方建设 而代表会的权力同仁是相当感谢何理台的努力 近三年来新冠疫情确诊人数十高十低 伤亡人数无限 衝上全球的經濟產業 使人民陷入無限的恐慌 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努力研發 日前終於死的疫情暫時得以控制 各國國門也陸續的研議在開放中 我們期許在後疫情時代 各行各業景氣能夠早日復蘇 人民的生活能夠慢慢回歸正常的軌道 當然對於疫情 我們不容許有醫師的鬆懈 戴口罩 請洗手與成為人人不忘的口號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新冠疫情一定會完全的來消退 秀林在此也特別恭喜我們何鄉長 因為您的努力已深受鄉民的肯定 所以已經連任當選了 當然也是對於何鄉長 所帶領的公所團隊的一個高度的肯定 一路走來 秀林與各位代表秉持著 需以強力的心來監督公所 誠懇的態度 驚奇的作為 充分的溝通 綿密的聯繫 來搭起所謂的溝通橋樑 在所謂和諧愉快的環境下 共創共同為努力為鄉親 爭取最大的福祉 新冠下的何一台表示 雖然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活動法辦理 不過 象徵工作和地方建設是不間斷了 三年多來爭取相當多的經費 以務實態度 重大建設將意義呈現 歷經四年努力的建設 社會福利及各項業務的推動 新冊將逐步展現量力 煥新 煥然一新的氣勢 各項的重大建設案件 亦積極地在推動當中 在所謂和諧的基礎下 各項的提案 在各位代表 李氏先生的協助之下 今能夠以最高的效力 意識的誠信來完成審議 以台在此意務中的表達感謝之一 直接任期 也進入最後的後期階段 以台提公所團隊在施政成效上 獲得鄉親高度的支持跟肯定 施政作為生的民眾的信任 以台將持續的秘持 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施政理念 營造團隊和諧的新成效 今年是重要的一點 各位代表將面臨民眾的選擇 相信各位代表在熱情的 為我們民眾的服務 獲得鄉親的認同之下 必定能夠心想事成 加拿合理代表的是 就算鄉長已經邁入第四年了 各項公共工程以及入品專案的獲得 鄉親高度肯定 111年度公所優子團隊的努力之下 各項施政財政收入穩定成長 預算經費執行力更是創下歷年的季度 今年更是重要的一年 感謝各位代表以及先進公所的支持 期盼共同為翻譜新城 幸福城市目標一起來邁進 記得請問新的節目 到處